今天是牛年,才在這裡和大家拜年 這個亂世,只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幸福、安康 其實坦白說,從小到大,我的性格都很不喜歡農曆新年這個節日 泛民慾節很多,經常都要做一些很行的對白 說一些自己不想說的話,其實每一年的拜年感覺上都是很痛苦 過年你應對新一年有所期待,但在今時今日這樣的世界 正如車公所說,我們怎麼可以無端端粉飾太平呢? 無謂的期待只要帶來失望 所以今次的國際線,即是新一年還可以做的話 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年的一些感懷 因為人長大了,都反而是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究竟什麼是無常 小時候我記得會失去一件事,我自己都會嘗試千方百計把它拿回來 而且還希望得到更多,就好像去補償心靈的損失 例如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有一個親戚 就拿走了她本來送給我的郵票寶 那時候我很不開心 之後才決定很認真地集郵 而且是要將全世界所有曾經發行過郵票的國家和地方 都要集回來 某個程度上,國際關係的入門知識 包括在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歷史 他們之間的戰爭,那些入門知識 其實都是這樣集回來 但當時的出發點,除了是鬥氣 也是小孩子的一種天真 今天我們回頭看,很無謂的執著 以前你會以為,你收集了 這些東西就是永遠屬於你 這是一種的佔有肉 只會令人越來越執著 但人世間又哪會有永遠的這回事呢? 幸好我們逐漸長大,也會逐漸有所覺悟 人知了這些執著,是很無謂的,也是很不切實際的 世間上萬事萬物,無論是一個秩序也好 一件硬物也好,或者是一個香港也好 從來都沒有永恆的 也都沒有什麼是你真正可以永遠所擁有的 想心一層,我們又回帶回到以前的時代 讀書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擁有的成績 擁有了某些好的成績 但是畢業之後,若干年,你會發覺成績是毫無價值的 有時甚至是一種拖累 你以為擁有的東西 其實也都未必是你真正所需要的東西 就好像戀愛這樣 有時候你好像擁有了一個人 但是過了某段的日子,人依然是那一個 表面上又好像依然是屬於你 但是你其實又不再擁有它 這些這麼完妙的東西,除非回到一年多 否則是一個十多歲,譚成說愛的階段 也都很難去領略 就講到今時今日,香港的現狀 我們華人是很習慣儲蓄的 有什麼事呢,就放入一個豬仔錢箱,然後放到銀行戶口 很想去欣賞有多少個零 就經常都會數來數去 就好像自己擁有了很多東西 反而西方人就很習慣用信用卡,才花未來錢 那他們18歲就有一張卡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在美國 那些同學,什麼事都會拿一張卡來錄 究竟他們有沒有錢,那些錢怎麼來 屬於自己還是家人,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沒有人會問的 所以才有一些次案危機等等 那這個是另一個議題 那我們講回我們今天想講的話題 其實你千辛萬苦在銀行的戶口那裡 拿多了一個零,又如何呢 這個零,果然是意味著你的生活水平 應該有些改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改善呢 反而它有時可能會令你不敢離開現在那個所謂的舒適圈 以為你沒有了一個零,在外國生存不到 人工會低了很多 結果,因為你會守住一個虛的戶口 就失去了個人的自由 我們又以為物業永遠都是最保值 這個也是華人的習慣 有什麼事就買磚頭,這個可以安穩的 但無論是香港的2047也好 99年約也好 其實都不可能保證真正的永恆 有什麼事情一張藥可以成為一張廢紙 正如我們以前覺得是守得很嚴的普通法 有什麼事情,不好意思 國家安全需要這些事充公 忽然之間一個家變得面目全非 就算你在今時今日同樣的地方 好像什麼都沒有改變這樣 依然有同等的收入 這個收入是記錄了同樣的數字 面面上沒有什麼不同 但在實質上這個數字可以換取的快樂指數 或者所謂的Uternity 其實已經急降了 因為在這個地方無論怎樣消費都已經不快樂 同樣你有一億一千萬一百萬十萬的身家 你可以怎樣用呢? 用的東西是否真的可以買到快樂 買到一種安穩和一種滿足感呢? 如果不是的話 這一百萬十萬還是一千萬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在一個不快樂的地方你有一千萬 在一個快樂的地方你有十萬 究竟這條數又如何計算呢? 在過去的年多 表面上香港人大家都失去了很多的東西 無論是政治原因 世界運動、疫情、經濟 每一個人每一個層面 經濟、物質、友誼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網絡 大家都明顯失去了很多 但是想心一層 如果我們是沒有失去的話 就算我們是沒有失去這些東西 可能他們都已經沒有了本來的價值 又何須在意呢? 而在這個失去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可以認清楚自己 無論是認清楚自己的性格、優點、缺點 我們身邊的人 乃至於我們的社會 我們可以問清楚究竟什麼是香港 反而是會找到真正的人生方向 忽然間對未來的路好像是一片情明 如果這個世間上不是亂世 很多問題我們不會想的 究竟我們生存為什麼? 究竟我們賺錢 賺完之後可以怎樣花? 怎樣花錢才叫做開心? 究竟我們生活的社會 大家有什麼責任? 底線在哪裡? 我們的未來應該怎樣? 究竟什麼叫做香港? 為什麼香港是這樣的存在? 才叫做香港? 如果我們離開了香港 還不是香港人?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又是什麼人? 如果是的話 在香港的又是否又真的等於香港人? 這些很原很哲學的問題 以前我們留在大學的課程 假裝有意境地坐在草地上 然後有一些哲學的先言 一起去討論、圍圈、講心得 或者去到夜難人症的時候 喝了幾杯酒 突然之間好像要想東西了 假裝有一些hyper 然後就開始去想 但是現在身逢一個亂世 每一個人其實每一天 你都很難逃避這些問題 當然現實是殘酷的 很多朋友開始很逃避新聞 不想見到殘酷的現實 專門去shut down這些感官 希望總之我們閉上眼 見不到、賺夠錢就走了 或者我們有什麼事 買少數罪券 因為既然沒有什麼做到 但是我也想心安理得就走了 這種心態 在我們身邊的朋友當中 是極度普遍的 結果如果是盛世 又怎麼會這樣呢? 對很多暫時在承受煎熬的朋友 無論在社會什麼角色 什麼崗位 無論你有多少錢 是百萬富翁 即是億萬富翁 還是在草根下縱門的階層 無論現在在農爐裡承受 還是在外間的大農爐那裡承受 只要我們望向到 這個短暫的痛苦之後的未來 無論未來你是住在哪裡 我們依然深信 我們所擁抱的核心價值 前途依然是civilized 文明的 它是屬於世界 這個始終是我們的生活 無論這個叫什麼的約定都好 只要我們明白到人生的無常 就會明白到終生的等待 反而是何等的理所當然 如果是自己人 就會深焦 在一個這樣的亂世 我們每一個人 難免都要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定位 以前我們會覺得 讀書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畫到好的成績 賺到錢 好的工作就是那幾個有license的工作 接著養下一代 養妻活兒 接著退休 這是一個超穩定的結構 一個超穩定的結構 是需要一個超穩定的正常的社會才可以承受 而一個正常的超穩定社會 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大環境才可以承擔 今天剛才我們講的所有東西都不再存在 在我們讀書的時候 國際關係是一個很離地的學科 大家覺得可有可目 那些知識跟我們打機 說一些人名 說一些地方名 或者讀聖經一些很遙遠的地名人名 是沒有分別的 但今時今日 這些名字 我們反而會狼狼上口 因為我們終於感受到 他們的relevancy 那個關連性在哪裡 這些就是大時代 在一個大時代 如果大家都是沒有痛楚的話 其實我們感受不到那個時代的脈搏 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如果不面對這個時代 我們會錯失了人生最後最重要的機遇 人生每一個人 你真的要做的決定 其實大決定只有幾個 在日常生活的 小的決定 可以不斷犯錯 可以不斷成功 就好像你在一個賭局那裡 小住的可以不斷輸 不斷輸 但是要有主要的決定關頭 一定要做到適當的決定 人生的大決定只有幾個 結婚 住在哪裡 回應那個大時代 怎樣去守住自己的良心 同時間怎樣和現實世界 都需要作出某種妥協 這條線是很難畫 每一個人都很難畫 今年是牛年 未來那一年 我們恐怕很難有任何樂觀的理由 除了是有個高官口中說出 我們大家都心裡明白 發生什麼事 將會發生什麼事 遙望未來 最重要的是 保持我們香港人的初心 我們相信 香港人這個認識在全世界 始終會成全下去 也不會因為牛年而消失 無論世間變成怎樣 今時今日 我覺得大家可以經歷了這麼多 都已經完整無缺 其實都已經是相當不容易 講了這麼多 最後 重點 都是一句 見字飲水 新年快樂